网络钓鱼诈骗又有新的招数 受害者这回在下载了仿冒的Scam Show手机应用程序之后 个人信息可能被盗 警方欲请公众避免在手机上下载任何可疑的应用程序 在新的骗局下 受害者会通过安卓手机上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如Facebook接触到售卖食品的广告 当受害者通过WhatsApp联系上对方时 对方便会发出链接给受害者 让他们通过链接下单和付款 受害者过后就会发现自己的银行账号或信用卡 出现未经许可的交易记录 不法之徒最后便会冒充银行职员 声称要对交易记录进行调查 让受害者通过链接在手机上下载仿冒的Scam Show应用程序 过程当中 骗子会坚持所提供的链接是正版的 并要求受害者不要从官方应用商店下载 警方提醒公众不应该从第三方网站 或者是来路不明的网站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以避免不经意的安装恶意软件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有关在安卓设备下载 Scam Show应用程序的资料 公众可以到官方网站查询